不知不觉2020年已经过了 现在是2021年的1月初了 这里是洛杉矶一个沃尔玛超市 今天正好下了班 然后路过这间超市 准备买一点吃的带回去 目前美国这边的确诊数 一直都是创新高的 所以咱们来看一看 目前我们这边的人生活 受到了多大的影响 现在咱们已经进了超市了 这里是一家麦当劳 这家店就开在超市的门口 生意特别好 之前有一阵关了 现在又开了 但是只能打包外卖 现在咱们正式的进了超市了 咱们可以看看现在东西的价格 像这个薯片 两块五一包 这个是可乐 六瓶是一提 一提的价格也是两块五 这个超市里面 现在还是人山人海的 但是必须戴口罩才能进 刚才门口有个人看着呢 这个菠萝是两块钱一个 今天的苹果特别的贵 两块九毛七一磅 一磅呢就是九两 我昨天在华人超市买的这个苹果 才一块钱一磅 咱们再往前看 这个辣椒是六毛八一磅 洋葱是五毛七一磅 今天呢来呢 我主要是要买两个冷冻的披萨拿回去 但是这个超市呢 有时候它没有 卖得太快了 那个冷柜老是空的 所以呢 今天看一看 能不能买到喜欢的 这里也有卖可乐的 两块五一提 咱们现在到冷柜这里 这里的披萨基本就是五块钱 这么一大张 冷冻的 今天呢 刚才买了一个薄的披萨 就是这种 这种呢就是皮特别薄 非常脆的 但是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另一种 就是夏威夷风格的 它里面是有水果的 比如说菠萝呀什么的 甜甜的那种 这个呢先拿一个 然后再拿一个夏威夷的 超市里面的工作人员说 每天早晨都会补货 但是你看补了货之后 这一个冷柜 这一排都给卖空了 剩的也不多了 这个夏威夷的这种是刚刚进的 所以呢 还是比较幸运的 可以买到 现在呢 我得上卖牛肉那边看一看 买块牛排 今天晚饭吃 基本上你看 这个地方也都是被挑走了 都卖空了 好的都被挑没了 剩的就是挑剩的 咱们看看还能买到什么 这块是肋眼 牛排 这块还不错 先放着作为一个备选 咱们看看再有没有好的 这块是 这块是安格斯的纽约牛排 这个一看就硬 不好吃 扔掉 再看一看 看一看 这块 这块也是一个肋眼 这上面的油好大 两个大油 这个也不要 这个还不如刚才那块 这个是块剃骨 这个我觉得也不如刚才的那块肋眼 这个是 这个是薄的那种肋眼 反正好的都被挑没了 这上面的纹路你看都剩下的是不好的 就拿刚才的那块 这个是卖鸡胸的 一块九毛九一磅 看一看 这个这个特别神奇 很多人没有见过的 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美国人不吃那个鸡脖子 鸭脖子 猪尾巴这些东西 但是呢 这个就是在这里卖的 而且卖的很便宜 都是这种烟熏的 咱们拿一个看看啊 这个是那个火鸡的脖子 四块零三毛这么大一个 基本上都是脖子 以前有那个火鸡腿也不错 这个尾巴四块七毛二 这些不好吃 过来买一桶牛奶 三点七八升 这一桶 大概呢七斤左右吧 三块多 东西拿完了以后就过来排队了 自助结账 自己去扫自己付钱 这个还挺快的 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一共是花了三十二块一毛五 直接刷了卡付钱就可以走了 在美国买这些吃的东西是不用付税的 所以价钱上是多少 结出来就是多少 现在呢出来了 天已经黑了 准备回家了 那边的味道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